怎麼樣 把這個日期格式 先讓他確定轉換 那你會想說奇怪表面上不是看 對表面上看到跟實際上不一樣 你按滑鼠右鍵喔 儲存格式喔 你會發現喔 通用 先把它改回來你會發現按確定 它裡面是 29846 怎麼會是這個數字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 因為Excel的日期 它基本上就是跟1900年的1月1號 相比較之下 就1900年1月1號是第一天 到這個日期是總共幾天 剛好29846天 的意思 只是說那你想說為什麼會變成我們剛剛看到的 其實就是加一個格式 所以其實就一個格式 讓你看到以為 是不一樣的東西 但實際上裡面是一個數字 只是說好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 去真的切割 到裡面的資料 第一個 你可能要分階段 第一個 先把什麼呢 按滑鼠右鍵儲存格式 先要知道它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Format test 就是它的Format test 它的Format是什麼 所以特別是按滑鼠右鍵儲存格式 1 先切到制定 2 把後面這一串有沒有 直接複製一下 複製到哪裡呢 其實就是複製到那個 我們test 裡面不是有個Format test嗎 其實就是把這個貼過去就可以 前後再加算 就OK了 所以特別說 1 複製它 確定說 2的話呢 插入函數 找到呢 找到呢 我們剛剛那個test函數 最近使用過的 也可以啦 最近使用過test 然後value就是它 這個value裡面 幫我Format test 什麼 就是剛剛那個東西 貼上 你會發現 它會把29 846 轉換成這個東西 有沒有 所以 關鍵來了 所以以後你看到的東西 奇怪 其實也常常同學都問同樣的問題 就是 我看到的東西 我怎麼用 老師教的 mid left right 怎麼切都切不到我要的東西 你要知道 它裡面有格式 所以呢 第一步就把那個格式複製貼到Format test 它就真的變成那個格式了 OK 第一步按確定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過來的東西 就是 完整的 這個地方看到的 其實就是真的文字了 那第二步呢你就可以 再把這個 做切割 就OK了 所以有第2步呢 先test 第2步在減下公式 再插入那個laps 剛剛不是用laps 把剛剛那個減下公式放在laps 放在test裡面 要幾個字呢 要兩個字 有沒有 70年次 按確定 有沒有 向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OK應該懂那個邏輯啦 這個很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呢不只一個同學問過我 同樣的問題 說老師為什麼我看到的東西我要做 文字切割 奇怪怎麼切都切不出來 又不是電腦壞掉了 就一直懷疑說電腦是不是有問題 剛好他問我問題又是剛好7月的時候 你要不要去廟裡 我們後來其實不是啦 開玩笑 其實就是 那個test 有沒有 所以其實關鍵就是這個test 所以我再把重點 做一次 所以也許你可以把那個動作做標準化 1 先把這個格式裡面按右鍵 出成格式 切到制定 把這個制定裡面的東西 複製起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format test裡面 OK 1 這個取消掉 再來就是 插入函數用test 我是用最近使用過了 test 然後呢這邊先把這個貼好 刷引號裡面 貼一個剛剛的東西 然後呢用 來源value就是他 他就真的把這個轉成這個 再來怎麼樣 切割你要的 就是再把這個公式剪下 然後 再laps 兩個字就OK了 這邊兩個字 這樣就大功告成 所以以後你要看到什麼 要切什麼 這就簡單了 OK 好那這個是額外補充的 就是幾年次部分 因為這個test函數 太重要了 你如果不熟的話 以後真的很多東西會 沒辦法做切割 好那 這個部分 事宜 待會我們就要來看那個有關 這個VBA 可能就要開始錄製聚集了 然後再來寫制定函數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